与提出的原始手指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始咖啡,我是俊元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原始手次 把我们logo印上去的一个产品 那这是来自于奥利的流转360绿杯 那我们特别请奥利帮我们定制了一款原石的专属色 那这个颜色是双染 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所以当时我们在定制绿杯的时候 我们就请他把这个颜色能够留给原石 做一个专属的颜色 那我们在这个组合里面会有一个流转360绿杯 那也会有一个豆杯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个豆杯 这个豆杯是我们在冲煮咖啡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个小工具 因为我们在准备咖啡豆准备咖啡粉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一个容器来盛装 所以这个杯子就很适合拿来秤咖啡豆 它的大小很刚好 我们习惯的一杯可能15克 那可能30克45克甚至到60克 它这个杯子都可以足够装 那在我们秤豆子的时候 它的大小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另外是当我们冲煮完咖啡之后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绿杯移开咖啡的下壶 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一个承接的容器 因为我们的绿杯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咖啡继续的滴漏 那这个时候 这一个豆杯就刚好可以来承接我们的绿杯 那让我们在冲煮结束的时候 绿杯有一个很稳固很安全 而且还可以承接多余的咖啡 那这个在使用上我觉得会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一次的组合里面我们特别定制的这个豆杯 那一样也是我们原始的专属色 双染这个颜色 那当然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流转360绿杯 这个流转360绿杯 它是绿杯跟底座分开的结构 那在绿杯的内部 它有非常立体 非常突出的肋骨 可以让它是一个流速很快的绿杯 所以当它不搭配底座的时候 其实直接它就是一个锥形的绿杯可以使用 而且它的流速很快 很方便来做一个使用 那当我们搭配这个底座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绿杯里面上面有两个孔 那底座有两个沟槽 所以当我们旋转的过程 当它的孔跟沟槽对上的时候 它外面的这个记号也会合上对上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咖啡会往下 快速的滴漏 那当我们把它转90度之后 它就是像把开关关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咖啡是留在绿杯里面 让它做一个浸泡的效果 所以用这样的设计 它就可以做到开关的效果 它可以让咖啡去选择 你要滤滴的去萃取它 还是用浸泡的方式萃取它 那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来做一个变化跟开关 那市面上目前已经有一些是开关式的绿杯 但大部分它们都会需要用到可能金属 或者是塑胶 或者是细胶的材质来做个开关 那这个绿杯它是用全陶瓷的结构 它就是两个陶瓷的部件 它没有用到其他的材质 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关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点 因为我很喜欢陶瓷这种温润的质感 而且陶瓷的特性就是它也不会有老化的问题 所以当你正常的使用 你不要打破它的话 其实它可以用非常非常的久 它不会有损坏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 我们的萃取你想要用绿滴或是用浸泡 那当分段注水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每一段里面去规划你的冲组 那用最适合你的开或是关 来呈现出你想要冲组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是对于初学者来讲很方便 因为它可以用全浸泡的方式 就直接把水跟粉浸泡一段时间再过滤出来 很简单的就可以得到一杯咖啡 那进阶的使用者他也可以去规划 你每一段的萃取要做滤滴还是要做浸泡 那可以让它开或是关 那甚至加上一些其他的手法 比如说搅拌或者是什么时间点 我们用什么样的萃取方式 在这个滤杯上都很容易可以来做实现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滤杯来冲煮咖啡试试看 我们现在来开始准备冲煮咖啡 那可以用我们这一个套组里面的豆杯 来秤豆子 那这一个豆杯 它其实在准备咖啡豆的时候 拿来秤豆子 它大小是刚刚好的 好我们秤一杯15克的量来冲煮咖啡 我们现在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做冲煮 我们用全浸泡的方式 我现在加入了15克的咖啡粉 那我们把滤杯的开关放在关的位置 我们就慢慢的把水注入这个滤杯 那我们把它注到200克 那这个滤杯的大小呢 刚好它是可以装200克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注满就可以了 那当然也可以有磅秤的辅助 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注了多少 那我们就把它的水呢 注到200克 用15克的咖啡粉 搭配200克的水 这样子的粉水笔来做一个冲煮 那我们就把它注到2分钟 好现在萃取到了2分钟之后 我就把开关打开 让咖啡可以往下的过滤出来 那我们就用这个很简单的方式 用浸泡2分钟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个咖啡萃取出来 所以不需要用很高深的手冲技巧 其实就可以煮出一杯 还蛮好喝的咖啡 那我们的滤杯的设计 让它的流速是比较快的 让它开启这个开关之后 可以很快速的把我们的咖啡过滤出来 那这样子会比较好 去抓我们的总萃取时间 好那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很快速的 我们的咖啡差不多 就过滤完毕了 那我们过滤完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滤杯移开的时候 要记得要扶住我们的底座 一起移开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享用这杯咖啡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用分段注水的方式 来冲煮咖啡 那我们可以利用它开关的特性 去帮助我们在分段注水的时候 更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第一段我们先来做闷蒸 闷蒸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粉跟水 可以充分的结合 所以这个时候我先把它的开关关起来 那它的水就不会往下滴落 它会留在滤杯里面 它可以让这些水充分的 跟咖啡粉结合 所以这对于咖啡的数学者来讲 也会比较好操作 因为它的水不会一直流失掉 所以你只要用一个适当的水量 就可以达到不错的闷蒸效果 好现在大概25秒左右 我就把开关打开 让闷蒸时候的咖啡可以往下滴落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做低段的冲煮 那低段的冲煮做一个快速的绕圈 它会有一个搅拌的效果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咖啡它的这个泡泡 就很快速的冒了出来 那低段通常我们要萃取的是咖啡的酸甜感 那我们用快速绕圈好像在搅拌的效果 让这些酸甜的风味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 那我们让低段的咖啡能够完全的滴落完 那我们再继续来做萃取 因为要每一次都用新的水去萃取它 让它的层次感风味会更好 好接下来第二段的注水呢 我们就慢慢的绕圈 让它有一个翻搅 那也让水份继续的来萃取这些咖啡粉 然后把第二段的咖啡的这个酸甜的层次感 继续的去把它做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让它的水全部流完 我们每一次都用全新的水去萃取它 可以让它的层次感更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咖啡流了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把它的开关转90度关起来 那最后一段我们用浸泡的方式来萃取 因为浸泡比较能够提供给咖啡一个柔和的口感 比较不会太尖锐锐利 因为我们在咖啡萃取的后段 容易慢慢的有这个苦味色味跑出来 那我们用萃取这个浸泡的方式 它就比较能够呈现一个圆润的尾韵的感觉 那我们浸泡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一样再把它的开关打开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分段注水让它层次感丰富 而且每一段我们充足的时候 有一些想法可以借由这个开关 帮我们更好的去完成的一个咖啡的重煮 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这杯咖啡的风味 那我们刚才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法来萃取咖啡 所以第一壶我们充足的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用了15克的咖啡粉再加入200克的水 让它浸泡两分钟再过滤出来 那用全浸泡的方式可以让咖啡的口感是比较厚实的 那甜味也比较明显 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也非常适合初学者的一个萃取方式 那我们第二壶是用一个比较进阶的方式 我们去思考每一个阶段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再利用它的开关 帮助我们更容易的更确实的达到我们想要萃取效果 所以我们用多次分段注水的方式 然后在前段让它的酸甜感呈现出来 希望它的尾韵是一个圆润的口感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滤杯就可以达到当分段注水的时候 更容易的把它的层次感更明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滤杯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种的变化 其实不只是刚才这两种方式 那当然也可以直接当成是一个快流速的滤杯来使用 那在分段注水的时候也可以去开或是关 达到滤滴跟浸泡自由切换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滤杯大家如果有更多充足的方式 也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这是今天我们很开心在这个2022年的年初 终于推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版本的流转360滤杯 那这是属于我们原石限定色双染这个颜色 那这个滤杯会在我们原石的虾皮卖场上架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卖场来做选购 那我们也有请九三咖啡来帮忙 所以海外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跟九三咖啡来联络 看它能不能配送在你所在的区域 这是我们首次把我们的logo印上一个滤杯 那这是属于我们原石专属的颜色 是双染这个颜色的流转360滤杯 那同时也有一个我们双染这个颜色的豆杯 那希望可以有这个工具 让大家在重煮咖啡萃取咖啡的时候 有更多的变化也得到更多的乐趣 那之后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所喜欢的咖啡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拜拜